上期有铁甜们在评论里想让我测评一下 小中大不同果形 它的大小是不是真的有区别 水果大桥 为了测试更加的准确 所以我分别用了两个信息两个地址 这样更像平时大家买到手的样子 首先是蓝莓 这个是重灾区 这上面的标签是我自己贴的 我怕把他们搞混 这超大果品质款卖18块06 中国卖14块2毛1 中间相差了4块钱 然后他说这个实惠款果子不大 那你应该叫小果 你学什么不好你学新巴克 这才是中北 这超大果是带贴纸的 然后这普通的没带贴纸 4块钱不会用在这上面了吧 这都不用上科技了 肉眼就能看出它们区别 不过它们重量是一样的 但相差了4块钱 这个超大果明显要比这个小果要甜很多 这家店铺还挺实诚的 因为一般像这种蓝莓草没什么 它会标注这种三个大小的尺寸 但这家店是没有标注的 但没想到发过来 它是真的有区别的 但它这个中果确实太小了点 另外一盒也是有区别的 明显感觉这个超大果是要比它大一轮的 嗯 你过关 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个例 所以我去其他店铺还买了蓝莓 没想到吧 这盒是蓝莓王单果 20毫米以上卖48块6 这盒中果14毫米以下卖29块6 它们价格相差还挺大的 然后还标注了尺寸 这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这盒是小果 这盒是大果吧 为什么感觉这盒才是蓝莓王啊 等一下 我再拆几盒 不是 啊 啊 不是哥 你 啊 好像有点小翻车 这里是单裹14毫米以下的 然后这边单裹20厘米以上的 感觉好像都差不多大小呀 左边14毫米以下 右边是20毫米以上 但这也不完全一样 因为它每一盒它大小都不是很统一 你看随手印啊 右边又变大了 左边又变小了 左边又大了 右边又小了 也不是不可能 上道具了 来我们用游标卡尺来看一下 它尺寸到底怎么说 我们先拿14毫米以下的来试一下 18 啊 再拿右边这个蓝莓王试一下 啊 拿一颗它里面最大的试一下呢 啊 兄弟们 我觉得这14毫米以下的 反而好像是最大的 你看17 这个就小了一点 这个是13 17 16.1 大家试一下这瓶呢 17 14.9 17.9 16.1 找一下商家 全部看一下 三材童子吧 这边是特级大果34块8 这边是小果30块8 它们之间只相差了4块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还挺明显的 大家看 单可说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再换一个 能感觉出左边要稍微大一圈吗 其实从肉眼看 这特级大果是要大一点 但好像也没有大很多 但这边中国也有一些特例像这种挺大的 但是左边这种大果它都比较均匀 都差不多大 但相对应的这大果数量就少了 它虽然大 但它的重量和它是一样的 但中国比特级果便宜了4块 这换了吗 怎么那么难吃 那到底买哪个划算 那么这两盒是樱桃 也是重灾区 这个特级果69块8 这个中国63块8 我觉得它们只相差了差不多7块钱 它们之间差别应该不大 因为我印象中 双钩三钩四钩五钩 它们之间价格差距还挺大的 大家注意 这边是中国 这边是特级果 我怎么觉得它们差别不大呢 你看特级果这边20 中国这边19.2 它们都是有特别特别小 也有特别特别大的 我觉得这应该又是混乏 我们找一下客服 朋友们 我刚刚暂停录制 我想找客服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该商品已受庆 然后再找它其他的店铺 没卖东西了 这种事情也能被我碰上呢 还好能联系到 朋友们 我问店家之后 店家首先第一个话就把我嗡嗡了 那您收到的是谁家的呢 我不是在他家买的吗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樱桃的这个规格标准 太好笑了 这个标准 他说小果是12毫米到14 大果是14到16 特果是16到18毫米 你猜怎么着 这是正常的樱桃 这是比较小的樱桃 大家给你参考一下 我们再来量一下这小樱桃的尺寸 16.5 也就是说你想从这两盒里面找到一个不是特辑果的都难 都困难 就比 比闲宝宝点赞还难 然后我就回复他 那中果和特辑果不是一样的吗 那这不是混发过来的吗 店家以毒未回 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不是广子 但这个平台处理真的很积极 某某某某识别到商家没有处理好您的问题 以介入问您处理 这边帮您全额退款 商品您自行处理 您看可以吗 当然我是没有点的 我也不想太为难商家 我建议大家就是买尽量有那种尺寸规格的 这样子你收到大小不一的话 你至少也有个依据 然后再进行投诉啊售后啊什么都行 这三盒是芒果 因为我想着小果和特果 它之间差了很多果形 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特别明显 那如果再加一个中果 它们果形不一样 那它们之间差距到底有没有呢 这小果是12块3 中果12块8 果王14块5 这是普通中国吧 怎么看着比小果还要小 不是哥们 这果王怎么长得那么像土豆啊 那么它总重量是一样的 这果王只有6个 中国有8个 小果也有8个 我觉得小果和中国大小都差不多 这小果重量是 刚刚好300克 那中果重量是 275克 换一个 296 再换一个 290 合着没有一个过300的啊 刚好300克 再来看一下小果其他的重量 283 298 256怎么都比中国要大呀 变我的钱 果王 哇 我愧是果王 396 371 385 我敢确定这中国和小果它是混发的 它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客服了我买的中国和小果大小一样啊 客服的回复说 小果是100到200克左右 中国是200克到300克左右 果实是天然农产品难以保证每个大小颜色都一样 招有差距差异 属于正常现象 以收到的金数为准 如果说以收到的金数为准 那你为什么要分大小果呢 骗我的钱 按店家的说法是我们赚了 100克到200克是这个小果的一半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这个小果和中果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把小果的尺寸做到了中国一样的大小 你不在背地里偷着乐你还来碰瓷 真该死吧 真该死 那么大家自行评判吧 反而我觉得这个小果和中国就是没什么区别 铁铁们不管平台是什么政策 店家从什么角度考虑 我作为消费者 我是实大实花了真金白银的 我肯定是希望能买到同等价值的东西 那么这个水果不同果型给大家测了 确实里面有很多坑 也不能说光看价格之间的差距 因为像之前什么蓝莓价格相差了20多 结果收到货是一样的 也不能说根据它的给的尺寸要去买 因为收到货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 热开怎么办了 我看上期视频底下的评论有铁铁让我去测试一些电子小产品 说他们也有高配低配之分 但好像是没什么区别的 赶我买回来测试一下 点赞7万 我们买回来看一看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弹幕里分享一下 确实这种东西 我就买回来给大家避避坑吧 踩踩雷 拜拜